大家好,我是看不到点赞就不吃饭的小剧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狗血伦理大尺度太剧 绝命玩家第十一集 上集说到,高冷妹勒索了短发姐和眼睛吧 还毁掉了好姐妹小美的事业和家庭 这些人都准备了各种办法除掉高冷妹 可本已遇害的高冷妹却在锦草的调查中突然复活 还意外伤害了锦草 锦草能从她手中活下来吗 高冷妹为什么要假装遇害 本节开始,时间回到一周前 高冷妹意外发现自己肚子里多了一条小生命 至于父亲是谁她还不知道 跟她做过房事的人太多 但肯定不会是备胎锦草的 毕竟备胎没有资格让女生怀孕 这边,短发姐趾高气昂的找到小美 希望能穿上她亲手制作的高定礼服 她要在几天后陪眼镜哥出席晚宴 小美的表情有些尴尬,却也没有拒绝 没人会跟钱过不去 在两尺寸的时候 短发姐故意询问小美 为什么跟眼镜哥分开了 小美支支吾吾的没有回答 见状,短发姐又邀请小美一起去参加晚宴 见识一下她跟眼镜哥的郎才女貌 小美苦笑着点了点头 画面一转,小炮的目光已经盯上了小王 她派人跟踪小王 还刻意叮嘱,只监视不出手 就在这时,小鸭子的女友阿飘打来电话 询问小鸭子的下落 小炮摇了摇头 这下,阿飘急了,她威胁小炮 再找不到小鸭子 就把小炮的那些丑事公之于众 就这样,一直至身世外的小炮也被威胁了 这边,小白的危机已经来临了 小美后巴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 看着猙獰的表情 应该是来寻仇的 自从那段视频被公开后 她的工作没了,家庭也丢了 走路都抬不起头 小美后巴质问小白 为什么要放出那段视频 小白也很委屈地说 视频不是我放出去的 再者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要是有点定力 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 小美后巴听了这句话更生气了 她骂小白,影响到她可以 但害了小美就不行 两人谈话时 没人注意到 眼镜哥就在一旁偷听 眼镜哥此时已经陷入震惊 无法自拔了 她没想到 幕后黑手竟然是小白 这边 高冷妹在朋友圈 看到了短发姐和小美在一起的自拍视频 她的内心又被极度充斥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敲门声 高冷妹以为是小白等人来寻仇 她拿出匕首 开门的一瞬间就捅了出去 静好紧早反应快 拦下了这次攻击 她是来给高冷妹送餐的 而高冷妹也下定决心 不再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 她要来一次狠的 彻底解决所有问题 画面一转 筹款晚宴开始了 短发姐在眼镜哥身边 扮演着善解人意 且热情的贤妻形象 不远处 小炮正在安抚小美 她说短发姐邀请她来 就是为了满足内心的虚荣感 不出意外的话 等会儿两人还会公开恋爱关系 话音刚落 短发姐就带着眼镜哥 来跟小美打招呼 这让小美和眼镜哥 都有些尴尬 过了一会儿 一道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 纤细的美腿 搭配黑色短裙 迈着妖娆的步伐 这人正是高冷妹 看到她的那一刻 大家都露出了担忧的表情 特别是被高冷妹 勒索的短发姐和眼镜爸 短发姐当其立断 给小王发短信 只问为什么高冷妹还活着 小王收到之后 也迅速动身 准备给高冷妹 送一份爱心盒饭 这边眼镜爸也私下找到高冷妹 告诉她 一千万马上就会到账 不要乱来 可高冷妹却用讥讽的眼神 看着眼镜爸说 我现在对钱不感兴趣 就想跟你们同归于尽 曝光你们的所有丑闻 眼镜爸彻底被激怒了 随后高冷妹又找到小美 对着她就是一顿嘲讽 小美不理解 为什么自己对高冷妹掏心掏肺 她却如此恶毒 高冷妹的回答很坦然 她告诉小美 你千不该万 不该比我有钱 不该比我过得好 你该死 你全家都该死 小美委屈地哭了起来 高冷妹则转身就走 酒店内 短发姐恨不得贴在眼镜哥身上 看到这一幕 小王很是伤心 虽然短发姐只是包养了她 可她也真的喜欢上了短发姐 否则也不会为了她害人 最后 小王假扮服务员会入会场 这边 眼镜爸把高冷妹 想要同归于尽的想法 告诉了眼镜哥 眼镜哥委屈的都快哭了 为了凑齐一千万 她出卖了自己的身体 被短发姐调教 每天晚上都要跪在地上 忍受短发姐的各种癖好 可现在高冷妹又反悔 岂不是说她的一切努力和付出 都白费了 就在一筹莫展之时 小白也找上了眼镜哥 她坦白说 自己确实拍了 跟小美后发做运动的视频 但只是拍摄 没有发出去 眼镜哥对小白的话 一个字都不尽 她转身就走 却被小白紧紧抱住 不远处 高冷妹又开始偷拍 不出意外的话 眼镜哥今天出门 应该是没看黄厉 画面一转 高冷妹的挑衅还在继续 她找到短发姐 说眼镜哥跟你在一起 只是为了你的钱 短发姐也不甘示弱 跟高冷妹说 小炮接近你 只是为了追小美 如果没有小美 小炮都不会看你一眼 此话一出高下立分 高冷妹觉得受到了侮辱 为了搬回局面 她拿出刚才拍的视频 跟短发姐说 你男人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 这种事情 记者一定很感兴趣 短发姐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如果这个视频泄露 导致眼镜哥选举失败 她的投资也将毫无意义 随后 高冷妹又放下狠话 钱不要了 就要曝光你 跟你同归于尽 短发姐知道 这个时候不能示弱 两人大吵一架 互相威胁 高冷妹离开后 短发姐看向不远处的小王 小王也理解了短发姐的意思 这边 眼镜哥坐在车上疯狂大叫 老爸的丑闻还没摆平 自己的丑闻又被高冷妹拍了下来 人活着实在太难了 一旁小白安抚道 天无绝人之路 可眼镜哥却只顾着掉眼泪 他让小白离他远点 他现在只想静一静 画面一转 酒店外 小鸭子的女友阿飘也来了 他是来威胁小炮的 因为他查到 小炮跟短发姐是姐弟 一家人胳膊肘肯定不会往外拐 指望小炮帮他 怕是要等到下辈子 小炮解释说 自己跟短发姐没有学员关系 可阿飘不信 冲进会场 准备跟短发姐一较高下 就在这时 高冷妹来了 没等小炮开口 他就对着小炮破口大骂 一边骂一边动手 看样子是想惹目小炮 可小炮却带着歉意的表情 一点发飘的意思都没有 这让高冷妹内心焦急 为了进入小炮 他又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 我要曝光你的丑闻 大家同归于尽 担心这句话的威力不够 高冷妹又泪眼汪汪的 看着小炮说 我怀孕了 这下小炮的情绪开始失控了 高冷妹也满意的离开了这里 酒店内 阿飘找上了短发姐 听说是小鸭子的女友 短发姐有些担忧 她把阿飘叫到没人的屋子里 说自己跟小鸭子关系很好 没有害她 可阿飘不信 还拿出短发姐跟小鸭子 不可描述的照片 嚷嚷着咬公开短发姐 跟小鸭子做肉体交易的事情 这下短发姐真的慌了 她动手就抢 可阿飘常年混进社会底层 短发姐根本打不过 经济之下 短发姐随手拿出一把刀 在阿飘转身的那一刻 痛进了她的心脏 这边眼镜哥好像也想通了 她的表情看起来很淡定 却套路着一丝疯狂 她给高冷妹打电话 希望见一面 随后拿出了后备箱里的高尔夫球棒 这边 高冷妹开始给井草打电话 说了一些简单的情话 不出意外的话 井草今晚应该激动的睡不着 一旁 小王的身影出现了 她要解决掉高冷妹 动手之际 短发姐突然打来电话 让她过去收拾阿飘的尸体 随后 高冷妹也开始给眼镜哥打电话 下一秒 一根球棒打向了高冷妹 她的身体沉入湖底 眼睛却突然睁开 回到现在 高冷妹活得好好的 还差点把井草送去跟列祖列宗团聚 简单的道歉后 井草原谅了她 还让高冷妹说出自己的委屈 作为一名合格的填狗 就算高冷妹得罪了全世界 她也要给高冷妹争一口气 井草承诺 会帮高冷妹解决一切 高冷妹感受着井草对她的爱 心中也有了一丝感动 自此 绝命玩家第十一集 到这里就结束了 高冷妹故意惹怒短发姐 眼镜哥和小白 为的就是让他们对自己出手 发现高冷妹还活着的井草欣喜若狂 被捅了一刀都不在意 还承诺帮高冷妹解决问题 她会为了爱情 护士身上警服的责任和义务吗 高冷妹肚子里的孩子还在吗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也可以在评论区 发表你对本期视频的看法 记得订阅聚集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